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旦下第一对大红猫别具意义 再一次冲心感谢国家向香港特区送赠大红猫 充分显示对特区的关心和支持 刚刚做爸爸的乐乐 上星期四才庆祝完他19岁生日 他连同持他8天出生的盈盈 2007年来香港 当时大约2岁 六岁开始尝试自然交配 但是多年来都不成功 四年前 凌凌落落 当时14岁高龄的他们 海洋公园一度说成功自然交配 但是最终都不成功 今年3月底 袁方曾经宣布要关闭大红猫展馆四日 以配合凌凌和落落的发情高峰期 今次是以自然交配 成功造红 毛斯迪士记者 赊据文部 警方在大埔一个公屋单位 发现一具猫丝和33只猫狗 以残酷对待动物 抓了41岁女护主 有区议员说 个女护主经营宠物店倒闭之后 怀疑利用公屋单位暂存猫狗 外户动物协会人员到场 带走多只猫狗检查 警方在星期四凌晨大约12点半 接到腐线穿市轮流住户报案 说涉事单位传出浓烈的动物排泄物味 现场消息说 消防到场无人应门 破门进入单位 发现有32只猫和一只常种季虎狗 另外有一具猫丝 警方以残酷对待动物 拘捕41岁女护主 消息说女护主经营宠物店 大约一年前结业 于是将猫带回单位 又收养其他猫 但并没有绝育 导致越来越多 据了解屋内有凉水 也有安装猫网 但环境恶劣 涉事的单位和邻居都无人应援 楼层仍然闻到排泄物的味 管理处已经多次上门去拍门 希望找这个户主沟通一下 但是很多时候他都没记住 后来抽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也都找了愚户处介入 其实愚户处都上了来几次 但是拍门都是没人应的 个人一般不准养狗 但准去养已经绝育的猫 虽然没有规定可以养几多只 但造成之要的话 住户会被扣分 德国富善村属于租资计划屋村 已经救治单位的业主 不受扣分制规管 据了解涉事单位已经出售 总有方法的 会钉契、kick卡各样东西 都有些法律途径可以帮到手的 无论是刚才说到居屋、陆自居 甚至租资单位 公体上应该都列明是不可以养狗 市主当中如果属于业主方面 就不是说没有一些后果要承担 他又说防卫会研究 如果租资单位的业主 在公共空间违规也会有后果 外污动物协会今次接收了 四只健康情况比较差的猫 其余由义户处接收 身体状况我们回来都要再给医生检查 但初步看它有部分 可能是毛发有些打结 死亡方面我们回去要再由解剖报告 再拿多一些答案 看关于死因是怎样 他又说疏忽照顾都属于残酷对待动物 不一定涉及暴力才可以立案 无线电视记者黄指缘报道 港铁上半年本地的总乘客量 超过9亿5千万人次 仍然未恢复到疫情持水平 但是高铁客量按年升6成 对未来整体增长审慎乐观 继续物业等其他收入 上半年整体赚60亿4千万 按年升4成4 港铁公布中期业绩 本地铁路服务和过境服务成客量 在头6个月持续回升 总客量录得超过9亿5千万人次 当中本地网络有7亿8千万人次 过境段录得4千6百万人次 高铁香港段就录得1千2百万人次 经常性业务赚40亿2千万 不过因为全球经济未明朗 而且疫后出行和消费模式有转变 仍然未追回疫情前的水平 便问到会不会提供更多的车费优惠 港铁这样回应 我们接下来要投资超过1千亿 起身的铁路 现有的铁路 设备更新等等 需要可能都要几百亿 所以我们必须要审慎理财 才可以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而我们的票务收入 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稳定收入的来源 在物业发展利润方面上升到17亿4千万 截至6月 港铁有14个住宅物业项目 预计未来几年提供大约12000个单位 不过东冲东站和小豪班车厂物业项目 之前相计流标 加上现在楼市欠介 会不会影响招标和推盘的步伐呢 我们都是密切留意市场的情况 我们也是研究和检讨 我们招标的方向策略 我们会有序地推出我们的土地招标 所有项目当它建成的时候 我们都会密切和我们合作发展商商商量 我们的楼盘都会尽快推出市场 以市价来供应 至于商场租金 计去年下跌8% 今年上半年继续跌5.7% 我们的市民都北上消费 无疑这些都影响了整体香港整个零售市场 港铁公司也都不能避开这一件事 下半年我相信我看走势 就和上半年或者去年 都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我觉得都应该进入了一个整固期了 港铁有话正是研究兴建八石角站和周边发展潜历 和重新开策和发展红磡站和周边用地 无线电视记者 仁家軒 建立地城发生致命交通意外 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外孙女和女佣 过马路的时候被电车撞到 三岁小女卷入车底双重死亡 其余三人情况稳定 据了解四个人怀疑没有将手交通灯号过马路 电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死亡被捕 运输署要求电车公司尽快交调查报告 观众提供的片段 见到消防员救出被困电车车底的女童 电车在星期四早早10点几 由坚尼地城开往跑马地 使至坚尼地城泳池对开近西长街北的时候 撞到只是过马路的四个徒人 包括一个66岁男子 两个分别三岁和六岁的外孙女 和一个印尼女傭 外公和三岁外孙女卷入车底 女童送往马丽医院抢救后不治 外公身体多处受伤需要留院 至于六岁女童和外傭 分别头脚受伤 据了解四人过马路的时候怀疑是红公仔 电车公司向伤者同女同家属致心切慰问 说电车当时按正常操作 48岁的车长入职四年九个月 无不良驾驶记录 以暂停征务协助警方调查 不算黑点来到那里 但是会不会受天影响那些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七月份的时候 也都出过一段新闻稿 在中环和炮来山那些 范网路段其实是好的 工会都建议运输署 那边加回一些围板 减少了途日 就是骗杀了沿头 过马路的沿头 其实最好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就算车开得很快 就算是绿灯你都不会过马路 正常情况 所以你随便要看灯 还要看车 在涉事路段 不时都见到有人乱过马路 这个位置其实是很多街坊朋友 可能去完公园 去完游泳池 都会回家必经的一个路段 都要了解回今次事件 那个真正的起因 和整个原因 我们再看一看 究竟未来有没有这些措施可以跟进 或者可能最简单 是不是要加一些警告牌 告诉大家要留意哪一边的车辆 他又说 近期不时都会发生电车交通意外 不少都涉及长者 呼吁市民和司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晚上有市民在电车站摆放鲜花 悼念死者 无线电视记者 何思义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美国股市向好 三大指数高开之后 升幅扩大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连升第三日 大约升500点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40513点 升505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报5541点 升85点 美国最新公布的零售销售数据 好过市场预期 投资者对经济硬着陆的忧虑稍微舒缓 纳斯达克指数早段升超过300点 升幅接近2% 特斯拉上升大约7% NVIDIA升幅3% 其他消息 60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 由今个月25日起 必须用落油卡才能够用到 两元乘车优惠 但是仍然有长者未申请 政府说会继续提供协助 今个月25日之后 老友记如果只有长者百特通 不能够再享有两元乘车优惠 乘港铁和专利巴士 要付半价车费 60至64岁不能够用长者百特通 要付全费 滥用长者百特通更会违法 要有两元乘车优惠 到时必须用落油卡 但如果现在才申请 要等大约三个星期才可以拿得到 政府6月那时曾经公布 还有大约10万人未申请 大部分是80岁以上长者 全港8家临时申请中心 会开放到今个月底 协助长者办理申请 劳福局就说 社署一直透过大约 1500个长者服务单位 包括长者中心 安劳远舍等 鼓励和协助长者申请落油卡 无线电视机写邓杰 三个地区康建中心 即是喜事行为市民免费评估精神健康 健康心灵先度计划 在屯门地区康建中心 由展望地区康建站 和东区地区康建站事行 18岁或以上会员 在健康风险评估的时候 会同时获初步情绪问卷评估 和广泛性招累症量表 了解是否和抑鬱 和招累相关的情绪困扰风险 其后会根据评估的结果 干指引将有需要的会员 转介到和区合作的非政府机构跟进 政府期望透过计划 在社区提供及时 和适切的精神健康支援服务 比受到轻度到中度焦虑 或激屈症状困扰的人士 接受以实证为本的低密度心理治疗 国际方面 泰国总理斯雷塔被解除职务之后 执政联盟宣布 泰命前总理他讯的细女 为泰党党魁 背东单为新总理候选人 将会在今日在国会表决 泰国为泰党领导的执政联盟 星期四在曼谷召开记者会 宣布将会提名前总理他讯的细女 37岁的为泰党党魁 背东单做下任总理候选人 背东单感谢提名 说爸爸准备好就总理职务 给点建议他 强调将会做到最好 带领泰国走出经济危机 泰国国会下议院 星期五开会表决背东单的总理提名 下议院目前有493个议员 而执政联盟11个政党就占到314席 而未要达到通过提名所需的 过半数支持并不难 一旦提名通过 背东单将会成为他讯家族第三位总理 也是计他的姑姑 他讯的梅梅英拉之后 泰国第二位女总理 以及历尼最年轻的总理 泰国传媒报道 背东单是一间房地产公司的最大股东 并且一间经营酒店业务的公司 担任行政总裁 他就任总理之前 必须先放弃相关商业角色 并遵守股权限制 执政联盟多个重要人物 星期三晚曾经拜访他讯的寓所 讨论总理人选 早前有报道说 他讯支持的候选人 并不是个女儿背东单 而是75岁的猜夹心 但猜夹心做检察总长期间 曾经下令检方撤销他 上一个律师涉及的贵劳案 引发伟泰党议员担心 他若果做总理 可能和施雷塔一样 被起诉到宪法法院 另外猜夹心过往曾经说 支持修改冒犯君主罪法律 遭到执政联盟多个政党反对 郝线的自己在梁明山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泰国青迈分别会见简报寨和老汪外长 强调要加强各领域合作 和联合打击跨境犯罪 钟卓希在泰国青迈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由缅甸转抵泰国青迈之后 先回见简报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宋金达 王毅说两国执法安全部门 联合打击跨境犯罪有良好成效 双方要继续加大力度 彻底铲除倒炸势力滋生蔓延 宋金达就说 乐见中国达至现代化 赞扬中国一直无知地帮助发展中国家 致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发展和繁荣 将会令到简报寨在内的整个地区受益 王毅又会见老汪副总理兼外长沙伦才 王毅说 中路双边贸易额持续攀升 中路铁路运力屡创新高 中方愿意和老汪继续深化各领域互力合作 加快中路铁路原先综合开发 有期望通过南眉合作机制 推进中南半岛发展 缩折东盟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南北的合作 起步随晚 但是 发展很软强 当时就是 做清单的 那样做推出机 不管有什么障碍 都让大家看 对此 快过去 同意将是 新的景象 我们是天然的 沙伦赛就说 愿意和中方加强互联互通 深化矿产资源等合作 共同打击跨境犯罪 双方也就缅甸问题交换意见 王毅说 支持东盟 和缅甸加强沟通接触 实现政治和解 有利地区和平稳定 王毅会在清迈停留两日 星期五 他会和泰国、鲁窩 和缅甸外长非正式会晤 就地区形势 和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等 交换意见 母线电视机 就在钟卓熙 在泰国清迈报道 欢迎收看世界观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出任自民党总裁任期 就来戒满之制 星期三突然宣布放弃连任 意味自民党下个月 选出新总裁之后 将会产生新首相 今次是自民党第一个 几乎没有派罚的选举 会不会令到下任首相人选 更加难预测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星期三召开记者会 公布令外界震惊的消息 他宣布放弃连任 意味自民党下个月选举产生的新总裁 将会接替岸田文雄出任首相 67岁的岸田文雄 曾经做过外相和防卫大臣等重要职务 2021年9月当选自民党总裁 同年10月成为首相 在任内应对新冠疫情 和疫后经济复苏 亦在中美竞争家剧的背景下 处理日美同盟和日中关系 同时要面对 俄乌和中东战事爆发 不过最令到岸田文雄头痛的 是去年11月 自民党爆出政治献金丑闻 引发的风波越演越烈 令到自民党民望插水 日本经济新闻民调显示 自政治献金丑闻爆发以来 岸田内閣由去年12月开始的 民调支持到 徘徊在两成多的危险水平 就算它改组内閣 甚至解散派法 也未能挽回外界信任 直到今年7月仍然未见起色 内閣支持度只有两成八 在党内备受压力 成为它政权的致命相 自民党下星期二 将会在选管委决定总裁选举日期 预料下个月20号至29号期间举行 值得留意的是 今次是自民党第一个 几乎没有派罚的选举 自民党原本有六个派罚 但因为政治献金丑闻 其中五个已经解散 目前只剩下麻生派 分析说由于自民党过往的总裁选举 可以透过派罚的合纵连横 大致估计到他们的心水人选 所以派罚解散之后 选举结果将会很难预测 目前以前干事长石破茂的呼声比较高 67岁的石破茂曾经做过防卫大臣 和自民党干事长等要职 过往多次和首相一职刷身而过 由2008年开始 他曾经四次竞逐自民党总裁一职 但都快不移活 日本经济新闻上个月底 调查民众心目中的自民党总裁 即是下任首相的合适人选 显示石破茂的支持度有两成四 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儿子 前环境大臣小泉晋次郎的支持度 就有一成半 位居第二 经济安保担当大臣高市祖苗的支持度 就有八分之八 排第三 不过同样的问题 在自民党的支持者当中 石破茂的支持度只有两成 小泉晋次郎就有一成八 而高市祖苗就有一成三 报道说这显示石破茂在党内的人缘不好 成为了他的弱点 虽然高市祖苗在民调只是排第三 但自民党外有部分意见就认为 推举女性各族总裁一职 可以为党带来改革新形象 不排除会由一众男性人选当中脱颖而出 我们明天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大家好 我是何智恩 本港今年年中有大约753万人口 安年未跌0.1% 出生人口就九年来第一次上升 统计处公布最新临时人口数字 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 香港有大约753万人 安年未跌0.1% 当局说是基于去年年初全面通关 多了香港居民短暂回香港 如果与去年年底比较 就升0.1% 13800个香港居民证移入 包括44000人持单程证移入 至于其他香港居民的证移出 就有3万多人 有大约34000人出生 按年稍为增加近2000人 是2016年以来第一次回升 死亡人数就减少近百分之四 有大约52000人 去年12月施政报告推出多项鼓励生育政策 包括向每个新生BB派2万元奖励金 截至6月底又近2万个申请 叶兆辉认为 相关措施成效要到年底的数字才能反映 政府发言人说 受惠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 今年上半年有不少人 从内地和世界各地移入香港 令到年终人口较去年年底有所增加 叶兆辉说 本港目前仍仍依靠单程证移入 去支持人口增长 有需要检视 怎样令香港变得更加移居 挽留人才的同时 吸引更多专才来港 母知电视记者 栅权文部到 昨日是日本二战投降79周年 有一团体到中区和平纪念悲献化 保调行动委员会到中环和平纪念悲献化并默哀 悼念二战死难者 有抗日战事家属说 年轻一代应该多些认识抗战历史 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到1941年12月8日 度过深圳河进攻驻港英军 英国守军截截败退 日军12月25日占领香港 直至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香港结束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 当年不少人参加抗日游击队 只有16岁的林传是其中之一 负责送信和武中战斗 他的儿子说自小听爸爸口述抗战经历 他说当年年纪最小的战士 现年已经89岁 这段历史要流传给新一代 他建议政府筹备活动 加强市民对抗战历史的认识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不道 日本二战战拜投降79周年 中国军方同民间都有纪念活动 解放军第71集团军 威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撕裂默埃 第82集团军在训练期间 亦都重温入党试辞 并且是重温抗日战争历史 山东河宅有小学安排学生到 旅构村村使馆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旅构村在抗战期间 过半数村民都参加过抗日战争 被施维系抗日模范村 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 亦都有不少市民来参观 纪念馆亦都增设澳门同胞 抗战图片展 纪念日本战败投降79周年 日本二战战败投降79周年 首相岸田文雄向正国神社 献上制自费 多个内局官员 和几十个国会议员就亲身参拜 日本官方在东京舞蹈馆举行仪式 悼念在二战中丧生的 大约三百一十万民众 日皇德仁和皇后雅子 带领在场的四千多人墨埃 德仁致辞的时候 强调应该名记战后漫长的和平岁月 冲心希望战争的灾难不再重演 已经宣布放弃连任的岸田文雄 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在战败日致辞 说日本的和平和繁荣 是建立在战争死难者的 宝贵生命和苦难之上 承诺不再重渡战争的覆车 和过去两年一样 岸田文雄在发言的时候 没有提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 岸田这日舞蹈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政国神社参拜 大厦以战民党总裁的名义献上制自费 以防卫上目原念 经济再生担当上生藤二校 前环境上小传进次郎 以及七十几个跨党派国会议员 就亲身前往政国神社参拜 南韩外交部对此身表身亡和遗憾 敦促日方正视历史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彤报道 在北京 外交部说政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 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 供奉的有二战甲级战犯 日本一些正要的所俗所为 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 中方已经提出严肃交涉 表明严正立场 敦促日方在政国神社等的历史问题上 谨言实行 彻底同军国主义截割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轮廓和国际社会 风暴安比迫近日本的关东地区 部分新干撕裂车今天会停洗 大约600班内陆和国际航班取消 日本正值鱼烂盆战 不少民众趁假期出门 东京日车站有大批旅客 但为了应对风暴安比吹闸 当地铁路公司纷纷调整列车服务 其中JR东海说 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名古屋站的 双向列车星期五全日停洗 而JR东日本也宣布 多条新干线的部分列车 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开始停洗 有旅客说打乱了行程 航空交通也都受影响 全日空和日本航空星期五合共取消 超几百班在雨田和成田机场升降的内陆和国际航班 超过10万个乘客受影响 日本汽障厅预计安比将会先接近伊豆群岛 说他的风力足以吹塌房屋 之后在星期五至星期六 逼近关东和东北地区 到时关东部份范围24小时的降雨量 可能达到200毫米 有机会引发山泥倾射和河水氾滥等灾害 提醒民众保持警惕 无线记者梁永山报道 受风暴安比影响 香港快运星期五有一班 由香港非东京成田机场 和一班返港航班要取消 另外八班延期一到两日 快运说透过电邮或手机短讯 通知受影响乘客 可以免费改期或申请全数退款 国泰也都有最少九班 香港来往东京成田和雨田机场的航班取消 多班机延误 大湾区航空和香港航空 星期五都有四班 往返香港到东京的航班 需要改期或者是改起飞时间 因应世卫宣布猴斗疫情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卫生防护中心说 已经发信通知全港医生和医院 呼吁留意 呼吁留意和情报华疑个案 由专科医生说 今次爆发的病毒株传播力和毒性比之前高 暂时对香港风险不高 今次世卫宣布的是 因应一种猴斗病毒的新型毒株 在非洲快速传播并扩散 主要集中在江广民主共和国 卫生防护中心说 新型毒株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 部分没有动物接触史 传播模式较多样 包括不同形式身体接触 所以会加强向到访非洲的旅客 发布旅游健康建议 也都已经制定相关应变计划 由专家说所谓新型 是指有别于2022、23年出现的 另一种病毒分支 传播率是比较高 致病性也是比较高的 在2022、23年 看到在成年男性特别是多一些 但相反这一次发觉 其实大部分受影响 除了是成年 也都有相当比例是小孩 反映这次的传播 除了透过我们以往认知 在2023年一些性接触的网络为主 今次似乎有其他的传播途径 他认为由于个案仍然集中在非洲 暂时对本港的威胁仍然低 市民到访非洲的时候 避免接触野生动物 2373移工查询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仁不得 2019年太子港铁站831事件 5个男人在九龙城裁判法院 被裁定集警、阻差、办公等罪成 裁判官因为案件 仍然误着情减刑 各人被判囚7到22个礼拜 控告在庭上解释 警方事发当日拘捕64人 第二年去律政司索取意见之后 决定将案件分成至少三批排期审讯 先处理区域法院的案件 再去到裁判法院 加上证人包括当日执勤的 速龙小队警员大量重叠 令到案件拖延 裁判官曾指挥判刑的时候 因应案情拖延着诚减刑 其中被控杂警罪的28岁被告顾文迁 裁判官说他是好仔 工作上进又勤勘 但是案发当日 由于多人在车站里面 相当可能鼓动他人法案 以判监15星期为量刑起点 扣减去到13星期 当日用遮袭警 做高级会所主任的27岁被告蔡浩然 裁判官说他积极上进 又说遮虽然不是武器 但是当日他集警令到把遮挽了 着情减刑之后判监18星期 被控阻妻办公的22岁被告叶礼浩 辩方求情的时候 说案件拖延 令他错失声读大学的机会 裁判官就批评他阻撓警员 但是犯案时间短 最终判囚7星期 至于因为藏有雷舍不被控的31岁 和40岁被告钟日杰和国进区 裁判官说没有证据显示 两个人曾经用过 以6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 钟日杰扣减去到判囚22星期 而国进区因为联络他的太太 面对纪律聆讯 或者被撤销纪律部队宿舍 着情减刑去到监禁21星期 母亲自记者在刘晋玉部门 一个轻度弱智的女人 俄清能够用折扣架代定门票 有骗百多人大约94万 判监禁28个月 36岁被告陈家荣 报称是外卖员 在区域法院承认6项欺诈罪 案情说前年5月到7月期间 被告声称能够用折扣架 买迪士尼6元年票 酒店房 演唱会票等 近160人已转数快付钱之后 被告未有交货和失去联络 站委法官罗智林说 被告身患弱智 但是似乎没有影响到他犯案 而且手法精密和有部署 加上被告有8次的欺诈和盗洩罪的案底 可以视为击犯属于家刑因素 判被告监禁28个月 内地考虑修订婚姻登记条例 包括如果在婚前隐瞒日患有重大疾病 伴侣可以要求撤消婚姻 内地现行的婚姻登记条例 实施超过20年 民政部仅仅考虑修订条例 并且向公众咨询 条例由结婚登记至离婚的手组细节 都有作出修改 完善规定办理结婚或者离婚 必须在其中一个人 尝住户口所在地办理手组 修订草案就取消地域限制 改为可以在任何一个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在办理时也不用再出示户口保 由于户口保通常是由父母保管 因此新修订条例被认为是倡导婚姻自由 另外也都新增其中一方如果患有重大疾病 应该在婚前如实告知 否则另一方可以向法院请求撤消婚姻 同时对于30天的离婚冷静期作出详细说明 要求若果在冷静期之内 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 可以撤回离婚申请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宏报导 来自甘肃的兰州拉面产业规模庞大 每年的营业额达到4000亿人民币 兰州市宣布印尽兰州拉面人才 最高可获50万奖励 兰州牛肉拉面是甘肃兰州的地道美食 被誉为是中华第一面 近年来兰州拉面产业发展迅速 拉面馆遍布全球50几个国家和地区 单在内地就有50万间面馆 全年营业额高达4000亿元人民币 由于产业庞大 部分兰州拉面店的出品质素参资 被外界认为是损坏形象 甘肃省政协早前提出 要立法规管兰州拉面产业 为了推动拉面产业标准化和规模化 甘肃省政府宣布 兰州市计划在2026年底 引进和培训兰州拉面产业相关的 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 营销管理人才 同时培训一万名拉面制作和服务人才 符合资格的人士 可以获得一万到五十万的奖励或者补贴 当局并向符合资格的兰州拉面原料生产 营销推广等的企业 提供三十万到一千万不等的 创业担保贷款等的支援 同时鼓励兰州拉面经营和技能人才 对外输进 促进产业对外扩张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宁报道 美国国坛天后Taylor Swift 因为安全问题取消维眼纳三场演出之后 预期重返英国伦敦 展开欧洲巡回演唱会最后五场 在温布来球场外 星期四有大批歌迷陆续入场 警员在附近巡邻 保安明显加强 恶迷被禁止通宵在场外扎刑等候入场 利物浦附近上个月 有一个Taylor Swift为主题的舞蹈班阅集 多人死伤 加上原定上星期四起一年三日 在奥地利维亚纳举行的三场巡窗 因为有人涉嫌测或恐习 演唱会取消 外界关注今次的演唱会安全问题 英国警方早前说 伦敦站的巡窗安全没有受到影响 Taylor Swift今年的6月 在伦敦和利物浦等地举行巡窗 今次重返伦敦演出之后会回北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